財政部端出最新出爐的房地合一稅制 預定105年元旦起實施 對自用住宅的課稅 最重要的是在房屋住滿6年 出售總額不到4000萬元可以享有免稅 不過6年內只能使用一次 稅率的部分 原則上採單一稅率17% 盡力課稅 但是兩年持有就出售的 要課比較高的稅率30% 雖然腳還不太方便 財政部長張盛和出院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對外宣布新版的房地合一稅制 奢侈稅宣告退場 現在的缺失造成稅負偏低 造成資源錯誤的配置 兩稅合一不是為了打房 全世界各國都是房地合一 這兩年的特種厚勞稅打下來 房仲業已經哀哀叫了 差不多很多房仲業都差不多準備過冬了 所以兩年已經讓自息量差不多自息了 房屋土地交易所得合併課稅 新支柱台支住戶 盈利失業單位單於稅率17% 持有兩年交易則稅率30% 並且為了鼓勵自住戶 持有滿6年自住屋 賣出價格4000萬以內免稅 舉例來說 若明年買入自住房屋2000萬元 持有一年後賣出賺得700萬 則課徵700萬其中的30% 210萬元 若持有滿兩年再做賣出 則課徵119萬元 一旦自住滿6年後 再交易則全額免稅 保障自住 鼓勵長期持有 讓中產階級住稅負擔不會增加 然後對非居住的部分 餘利用30% 遏制外資的炒作 台政部表示 由於台灣95%的房屋為自住屋 新制上路後 首年影響戶數僅為0.04% 希望藉由奢侈稅的退廠 緩步讓已經存在104年的 就有土地稅制獲得轉型 不過值得關注的是 原先省止稅才賣出價格15% 課徵 新制則才淨利課稅 民團質疑是否是為了土地財團 基本上它是用售價去課稅 那反而這個房地合一之後 它是用交易的所得 就等於你賺到的錢 乘以30%去課稅 那那個稅率的話 實質稅率大概只有6% 然後通過的目的是在 不斷向所謂利益團體 靠攏的結果下 結果我們的實質是 我們得到更多的炒房的空間 目前房地合一稅制 預定明年元旦實施 不過由於存在爭議的 日出條款問題 如何取得民間學者 以及超越黨團的認同 成為財政團隊 必須下一步面對的難題 新台電視 胡宗翰 沈偉彤 台灣台北報導 你先去看 這幾乎 我先去看 我先去看